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相声里头通过相声手法可以这个事情扩大夸张 其实啊 要说起来啊 那个说书它也有夸张的 我就爱研究这个 你要说书吧 小时候我听那个说西汉 那有地方就是夸张 你说这个楚霸王那就了不起了 说这霸王力大无穷 说书得一形容这霸王吗 告诉说霸王力举千金 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 气吹岩前瓦 怒法冲冠 钻铁如泥 你要细意研究这不夸张吗 不像话 他多大力气 他也不能钻铁如泥啊 拿铁一钻就成泥了 那想当初霸王打仗那枪 那不是铁的吗 这一钻成泥了 那打仗甭拿枪扎人去了 那就拿泥拽得了 有这个道理吗 横推八马倒 八匹马横着一掌能推倒了 甭说八匹马 一匹马你横着也推不倒他 倒夜九牛回九只牛 拴的一块 他一用力能给揪回来 属这句可气 说霸王怒发冲冠 霸王一生气呀 这个头发立起来 能把帽子给挑起来 好家伙 这太不像话了 霸王打仗带那冰铁盔 好几斤重的铁盔 一生气这头发能给织起来 你也甭说铁盔 那现在说热天 咱们戴那个植鸟草帽 那个体恒最轻吧 有这人吗 那位留着分头 一生气草帽顶起来了 挨着他人全吓跑了 那玩意不像话 也是假 说书啊 你们有三国呀 有三成真 列国呀 也就有对成真 其余呀演绎呀 那也许一成真 也许半成真 那就什么了 你要带这个武侠小说啊 什么公案书啊 您拿这个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怎么样 有叫七侠五义的 有叫三侠五义的 这部书 您说几成真 先我认为呀 全是真的呢 什么这个大爷 钻天属卢方 二爷彻底属韩章 三爷徐庆 四爷蒋平 五爷锦毛属白玉堂 南侠展雄飞 北侠欧阳春 双侠丁兆兰兵兆会 贺摇胡志化 小侠爱虎 小时候我最爱听这个 这真是 后手啊 我知道了 几成真的 一成都没有 一分针都没有 这部书全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报公时有其人 这些个侠义全是假的 我呀 小时候 我上天津啊 那当还说 做堂会去呢 有一个张老先生家子 这个人呢 七十多岁了 他那当就不能动了 就是这个 半身不随吧 所谓 不能动了 就叫了去 我给他说单口相声 他说你 他说你说的跟真事似的 我说可不是吗 就得按真的说 他说这全是假的 说来说去 就说到这个 三峡武艺这 这部书啊 就是他编的 他告诉我 怎么编的这部书 我要一说呀 连您都得乐 小侠爱虎啊 盯照兰盯照会啊 无数闹东京啊 全是假的 他编这部书啊 最可笑是什么呀 没出他这屋子 这些个侠客呀 完全这些个人呢 都在他屋子里头呢 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 先说这五鼠 大爷卢方 钻天鼠卢方 他按什么编的 就按这耗子老鼠 钻天鼠啊 就是顶棚里的耗子 钻天鼠卢方 车地鼠寒张 车地鼠啊 就是地下跑的耗子 穿山鼠 徐庆 穿山鼠什么 就是墙洞里的耗子 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 穿山鼠 翻江鼠讲平 翻江鼠是什么呀 钩岩里头的水耗子 翻江鼠讲平 有这个 钩岩里还出了耗子 翻江鼠讲平 锦毛鼠白玉堂 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什么呀 就是小孩玩的那个 小笼子里头 那个小白耗子 那么点的 锦毛鼠白玉堂 那个小老鼠 白玉堂那性格最骄傲吗 最后干嘛单死到铜网镇呢 他说对呀 那小白耗子 没事在笼里头老登那轮子 铜网镇死在那了 老在那了 这说这五号子 再说这侠客 南侠玉猫斩雄飞 北侠欧阳春 双侠丁照蓝丁照慧 小侠爱虎 喝妖狐之花 这也全是假的 这按什么编的呢 这个玉猫斩雄飞南侠 是猫 它外号叫猫 是猫就得避暑啊 但是无暑可不怕它 不但不怕它 无数啊 把这个玉猫斩雄飞啊 南侠啊 给它关在一个 橱棍里头了 关在那它出不去了 为什么它出不去了 它这猫是假猫 要真猫就能拿耗子了 玉猫斩雄飞 它按什么编的 就是热天 它枕着那个瓷猫 那个东西 所以老鼠它不怕它 它也没法拿耗子 死的 瓷的 瓷猫 羽猫斩雄飞 北侠欧阳春是什么呀 就是墙上有这么一张画 这个画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盘 它就按那盘编的 你看那个北侠 他说那个求然 那模样完全跟那盘一样 就是后手帕 人明白了 那个盘是拿这个七星宝剑 他给北侠改个七星宝刀 宝剑改成宝刀了 就这么个意思 小侠爱虎呢 正赶过五月节 门口插的那仓仆爱子 小侠爱虎 和妖狐志化 墙上挂这个狐狸皮 和妖狐志化 双侠钉照蓝 钉照会 就是挂盘的那俩钉子 钉照蓝 钉照会 他编的也有意思 那位老先生七十多岁了 这还是时事 他说他编的这部书 就是听书啊 你也别认真 要认真就糟了 非按这个凿死某子 怎么来怎么去的听 那坏了 听过去就完 你要死气白烈的忘礼 这么一凿死某子 那得了 人呢就容易受病 受什么病啊 能够得了谜 说听书还有谜 书有书谜 戏有戏谜吗 久有久谜 财有财谜 什么都有谜 书谜 我就经过 我听说一个故事 这个书谜 我小时候听说的 那真可乐 不是现在的事情 现在没这人了 现在听书啊 听过去就完了 过去那听书不是 他认真 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 在这个杨里巴胡同 住这一家 这家老两口子 跟亲一个儿子 家来还很有钱 儿子十九岁 什么也不干 就爱听书 老太太呢 拦着 别让她听书 老头说 不不 听书长知识 长见识 听吧 没关系 好听吧 听来听去 入了迷了 听成书迷了 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 坐在书馆那儿 听什么呀 跨海征东 这个说书的 每到散场时候 他得留一个扣子 所谓把人扣住 明儿个呢 你好再来 他好再赚你的钱 每天都得留扣子 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 说书的一留扣子 说到什么地方散的 到这儿 唐王被捆鱼泥河 欲知何人救驾 谢谢诸公 明天 接演 散了 那么 大家都走了 听书都走了 书迷可没走 说书的先生都走了 书迷坐在那儿 还没走呢 干嘛 坐在凳子上 运气呢 生气了 散了 这香话嘛 唐王被捆鱼泥河 欲知何人救驾 明朝戒严 今儿不管了 让唐王爷带河里泡一宿啊 这是什么意思 不行 你不管 我得救驾去 这不是疯子吗 他要救驾去 人家大家都走了 这个书馆的火气呢 扫地 落凳子 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 人说这是好话 哎 这位先生 你还不家吃饭去吗 这也说吃饭去好 轮圆了 给人这火气一大嘴巴 胡说 哎 你怎么打人呢 打你还多呀 吃饭 我问你 我是吃饭要紧呢 还是救驾要紧呢 火气一听 这小子是疯子呀 吃饭要紧 救驾要紧 怎么了你 怎么了 你不知道唐王被捆鱼泥河了吗 火气一想 唐王被捆鱼泥河 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书迷 不行 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 唐王是唐朝 现在什么时候 他能揍我一顿 迷 迷了 这么着 我阴他 这火气也会阴他 先生您别打我呀 不打你 吃饭要紧 交驾要紧呢 要说还是 救驾要紧 招啊 既然救驾要紧 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 是啊 就算您救驾 您也得用完了战饭呢 也得有枪有马呀 您不用战饭 无枪无马 手无寸铁 您怎么能交账啊 书迷一听 乐了 言之有理 既然如是赶快下去 给我预备战饭 开枪带马 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呀 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 没听说过 那我上哪里用战饭 你上你们家去呀 家来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 好得令哦 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 回家了 到家这么一叫门 老太太呢 给他开门 他回来天太晚了 饭都凉了 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 你瞧瞧你 一出去就要一天 干嘛去了 饭都凉了 快吃饭吗 他妈一让他吃饭呢 还好 没给他妈一嘴巴 倒是没打 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 啊 吃饭 老糊涂了 我吃饭要紧呢 我救驾要紧呢 老太太听这这叫什么话呀 什么什么什么话呀 唐王被困云里河 你不知道啊 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 不知道 好 回头让你知道 回头让你知道 干嘛 弄本书 又在那瞧书 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 吃饭也不吃 睡觉也不睡 老两口子睡吧 老两口子刚睡着 好 让他给吵醒了 怎么着 他要救驾了 这驾怎么救法啊 弄阔腰带拴着个枕头 骑着枕头 揪着阔腰带 骑着枕头 拿着调出疙瘩 当马鞭 围着炕上 满炕上这么一绕弯 啥呀 葛苏文哪 哪里逃走啊 砍斗 咚 你调着疙瘩 整帮他爹脑袋上 把老头脑袋帮个大嘎的 这小子 你这不是疯了吗 这不是 哪要葛苏文哪 摔跤 你推他 躺下 着了 他着了 老两口子生半天气 老太太直劝 得了得了 他也睡了 撒一掌甭管他了 咱们睡吧 老两口子刚睡着 他又起来了 啥呀 老两口子吓得好 大炕上蹦地下来了 蹲了一宿没敢睡 不知道调着疙瘩 还往谁脑袋上帮啊 一夜没睡 天亮了 他这吃乎吃乎 睡得挺着 老头儿得了别睡了 上街买菜去了 买什么 吃包饺子 老两口子都坐得了 包饺子得了 十二点了 这一叫他才起来 起来 洗了洗脸 含了点水 竖了竖口 坐那儿就吃 拿起饺子刚要吃 老头生气 你说这什么事 折腾一宿 睡半天 我们这儿做得了饭 先得给他吃 我说你昨儿晚上怎么了 杀呀杀呀杀呀杀谁呀 没杀赵别人 我这儿弄个大嘎的 怎么了你 葛苏文哪里逃走 什么葛苏文呢 你看我是葛苏文吗 老头儿也倒霉催的 你干嘛问他这句呢 老头这几天呢 又没刮脸 脸碰胡子挺长 这么一问他 你瞧我是葛苏文吗 这阵书迷又迷了 葛苏文 看枪 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 招了老头塞帮子就一下子 好家伙 给老头塞帮子扎一大窟窿 鞋也流下来 哎呦 碗也睡了 扎完了 老头一喊 他又明白过来 哎呦不是葛苏文 是爸爸 走 跑了 老头能让他跑吗 后他就追 绕两弯找不着他了 他跑得快呀 老头一想啊 这样儿子要他没用 干脆送他五逆不孝 奔县衙门了 到县衙门这儿 有个堂鼓 老头鸡堂鼓 您倒慢着点啊 跟儿子偶气啊 找这鸡堂鼓的 找棒子没找着 捡了块大石头 登登 咚 得 鼓也碎了 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 赶紧出来二位班头 怎么回事 你把堂鼓打碎了 一看这老头呢 慈眉善目 塞帮到这儿一大窟窿 还往下流血 哎呀 这位老大爷 您怎么回事啊 哎呦 二位都说 哎呦 老爷 我活不了 你们得给我做主 什么事啊 您 我 我 我送我儿子五逆不孝 为什么送他呀 为什么 他 这怎么说呀 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 白天不让我吃饭 刚端起饭碗来 筷子扎腮帮子 您瞧这大窟窿 嗯 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 嗯 他不让我吃饭 黑心不让睡觉 我这么大算数 我活得了吗 二位头 张头跟李头 这二位头呢 有个脾气 最恨这路 忤逆儿子 最恨忤逆人 是啊 哎呀 您这塞帮子是他扎的 是您亲儿子吗 亲的 那没错 哼 你小东西太可恨了 他在哪呢 你买的领来 他跑了 那没主意 他跑了 我们哪找他去 在家吗 不在家 还是他 不在家 我们哪找去 您这么找 您找来 这会儿 一定给您做主 哎好 我谢谢你们两位 我见见仙太爷吗 甭见 您甭见 您买他找来 我们这这位老爷 新来的 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 您去找去吧 哎 老头想哪找去 别处找不着他 哎 天桥找他去 那当啊 北京天桥 竟是说书的 唱戏的 打把是卖艺的 练把是摔跤的 拉杨片的 什么都有 就奔天桥了 老头各场子找 说书的很多 你看这边 说施工案的 没有 这边说辽斋的 没有 说水货的 没有 找来找去 找着了 有个唱西河调的 在那唱 风神榜 风神演艺 老头老远一瞧 这孩子在圈外 他站着 听风神榜呢 还在那儿 指手画脚 人家说书的 比刀枪劲啊 他听书 也跟着 手脚齐忙 老头一瞧就是他 临近了一听 是风神榜 老头差点下趴去 他不能不害怕呀 怎么 一琢磨好家伙 这东西听跨海征东 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 调着疙瘩帮脑袋 现在跑这听风神榜 好家伙 半夜里一记发宝 那夜壶还不飞起来 当翻天印呢 那东西谁受得了啊 过来一抓他 他后头一抓柏林 走 他呢 直闷着眼镜听书 后头一抓他柏林 不知道是谁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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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把你送下来了 闹什么呀 老头啊 管他爸爸叫老头 老头啊 我老了老了 我要出个头 小贼 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 知道吗 松手 说松手 没那么便宜的 现在把你带的县衙门 你就活不了 呦 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 可不把你送下来了 叫声老头快松手 我呀不能松手 不松手 我踹你个倒栽葱 敢 敢 他真踹啊 给老头踹个大跟头 他跑了 老头扶着地 半天才起来 你看他跑了 老头后头就追吧 找个东西 结结恨呢 打他呀 找不着 往前正跑着呢 正赶那儿有个人呢 拿着扫处在那儿扫街 老头啊 过去就把扫处抢过来了 举着扫处就追他 后头这人追老头 怎么要扫处啊 人也不认识他 什么事啊 把扫处给抢跑了 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 在街上转过他 书迷这么一想啊 不好 干脆进小胡同好跑 对 自留一下算小胡同了 小胡同啊 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 此房招租 那是空房 书迷啊 进去了 摆门一关 藏在里头了 老头呢 不知道啊 追进胡同来 还往里追 追到那个胡同口了 糟了 对棍啊 来了个做小买买的 卖什么的 卖砂锅的 这卖砂锅呀 在我小时候 还有呢 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 我小时候 卖什么砂钓啊 砂锅啊 砂酒壶啊 挑着挑子 这挑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么大两个筐 两个筐呢 里头搁着砂锅 砂酒壶啊 砂吊啊 都有 卖砂锅的呢 这砂锅呀 出产呢 在摘堂那边 大概其呀 都是那边的人呢 来卖 这个卖砂锅的呢 就是摘堂那来的 挑着这挑子砂锅 腰混 腰混砂锅 还得会腰混呢 我小时候也听过 买砂锅的 都这么腰混 先 一要吼 一要吼 杀锅 在这儿腰混 买砂锅当然这儿腰混了 一窝耳头 一要吼杀 这锅子还没出来呢 杀 老头啊 急得 眼都化了 一听他这个 杀 呵 好小子 黑下杀了一夜了 又跑这儿杀来了 你倒瞧瞧是谁呀 他迷糊了 一看卖砂锅的 也二十来岁 就当他儿子了 过去这么一揪 好小子 这儿杀来了 走 我把你送下来了 买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 老头 老头 你把谁送下来了 小子 你跟我拿枪做吊的干嘛呀 其实人家那口音 你甭跟我拿枪做吊的 走 使劲这么一拽博领 这挑子溜了 夸插一下 得 扁的往上一砸 这头一清 那头正啪插扑吃 一挑子杀锅全碎了 杀锅这么一碎呀 卖杀锅的 倒乐了 嘿嘿 行嘞行嘞 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 由卖主抱怨嘞 抱怨什么 就全卖个你了 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 行嘞行嘞 嘿 甭废话 上衙门去 我把你送下来了 你送谁呀 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呀 把我锅都给砸了 走呗 买沙锅的也糊涂 你倒挑着这挑子碎沙锅呀 没有 气得 心里说怎么着 你把我锅都给砸了 你还跟我上衙门 走 上衙门我也有理 走呗 老头呢 跟他俩人对揪着玻璃 就奔仙衙门来了 老远的呢 张头跟李头 二位班头 在门口站着 研究这回事呢 张大哥 怎么着 李弟兄弟 我告诉你说 我是最恨这路武尼人 是啊 武尼子人人可恨呐 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呐 再帮他扎那么一大窟窿 还是亲儿子 是啊 如果这老头真给找了 找了 找了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 当然得 说着说着来了 嘿 大哥你看多可气 他敢跟他爸爸对咎着 这东西真可恨哪 怎么样 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 对 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 二位头过来 抡圆了给这麦砂锅的俩大嘴巴 好小子 撒开你爸爸 撒开你爸爸 把麦砂锅的给打晕了 糊涂了 哦 这这 好 我我我撒开我爸爸 你这不是倒霉吗 这不是 他等于承认了 麦砂锅的可害了怕了 坏了 这老头衙门里头有人 这官司我赢不了 心里就害怕了 一害怕呢 哆了哆嗦 二位头一看 干嘛 现在吓哆嗦了 你看 来来来 老大爷 您请坐 给老大爷充满白糖水 让他先压压精 压压精 白的小子 锁的尿筒呢 买沙锅的一听 我说 你们你们江里 打官司 怎么他坐着 我在这 别废话 咚就一脚给踹在那了 麦砂锅 顿些不敢说话了 这老头 衙门里头有人 在那个旧社会 那时候打官司 衙门里有人呢 哎 要衙门里没人的 这官司不容易赢 麦砂锅的害怕了 打这什么话也不说了 那更耽误事了 那个 这会儿呢 二位班头 禀报知县 知县即可升堂 这个知县呢 新来的 也是最恨这路五逆子 即可升堂 两相站立 知县出来了 带原告 就被老头带上来了 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 老爷 老爷 您跟我做主 邦邦之客响头 知县这么一瞧 慈眉善目一个老头 塞棒的一大窟窿 还望向流血 眼神都白了 哎 不要提哭 本县我来跟你做主 你什么事啊 我送我儿子 你不笑 哦 实现他最恨这路五逆子 送你儿子 你儿子怎么五逆呢 他怎么五逆 他黑心不让我睡觉 白天不让我吃饭 您看见没有 刚端起饭碗来 筷子扎腮帮子 这么个大窟窿 其实啊 还是我的产业 他没做事 我不是吃着他呢 他瞧我端饭碗 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 这东西真可恶 老爷无论如何 您得给我做主 好好 你不要害怕 本县与你做主 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 我先打他二十大板 先给你出出气 这老头怎么样 老头气急了 一听说 只想要打二十大板 打他儿子 老头磕头 老爷老爷 您您千万别打他二十啊 直线一听 你看看 这个做父母的 虎毒不吃子 我说刚刚打他二十 他要给求情 怎么了 不能打二十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一听老头啊 这下句儿 直线才明白 老爷老爷 您您千万别打他二十啊 打他二十他不怕呀 那还不够给他快养银的呢 哦 直线一听这么回事 闲打少了 那一定把你气坏了 不要紧 上堂来 重打他四十大板 老爷老爷 您千万别打他四十啊 他不怕呀 好了好了 一定把你气坏了 要不然虎毒不吃子 你不能这样 一定把你气坏了 这回啊 上堂来打他八十大板 老爷老爷 您千万别打八十 他不怕呀 那么依着你呢 老爷依着我 我是要死的 他把卖沙锅的给豁出去了 要死的 卖沙锅的受得了吗 那我的直线只给劝 老人家 你不要这样说话 虎毒不吃子啊 你现在啊 一时气脑 你正在气生呢 打四十打八十 要死的 你有三儿子 有俩儿子 老爷 我就这么一个 还是呢 就这么一个 本先把他置之于死地 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 这话问得对啊 你是有仨有俩啊 你就这么一个 我正把他置死 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 知线不是问得对吗 这老头回答得也对 老爷 老爷 我还能那么糊涂吗 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 现在 我的产业 我的钱 吃我自己 他还不给我饭吃呢 刚端起饭碗来 筷子扎腮帮子 一个大窟窿 你想将来我吃它 行不行啊 直线一听这话对啊 对 现在 他爸爸端起饭碗来 他还多心 拿筷子扎腮帮子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上来我一定重办他 来啊 把老头儿儿子带上来 带吧 带谁啊 买啥锅的吧 那还能带别人吗 走走走 上台回话 跪 端就一脚 往这一跪 买啥锅的 他就害怕 这俩头拉着 劲头挺大 人家那儿 人家那儿也打官司 坐在那儿喝白糖水 我这儿锁的料桶旁边 这不是有人吗 再往堂上一拉 一琢磨 越横越倒霉 干脆软着点 秧歌秧歌就得了 这一秧歌到糟了 没打过官司 窃官 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 趴地就磕头 这一句话就砸了 老爷 老爷 我下次可不敢了 什么呀 你就不敢了 事先一听就会了 胡说 下次不敢 这一次也不能饶你 为什么 把你爸爸腮帮子 扎个大窟窿 买啥锅 听着哪儿的事啊 老爷 他不是我爸爸 胡说 他不是你爸爸 还是我爸爸 来呀 拉下去 先打四十大板 打他个当堂不认父 瞧这个倒霉劲 这叫当堂不认父 感情 二位头打上能庆了吗 拉下去 四十板的 批着啪着 批着啪着 把卖砂锅的 打得劈开肉战 打完了卖砂锅的 蹦起来了 老爷 你是什么老爷 你怎么问 你不问清楚 你就打呀 我告诉你呗 这个老头啊 他呀 被我的过急砸了 直线说废话 你不给你爸爸饭吃 他为什么不砸你锅 全乱了 合着 你不过急砸了 你不过急砸了 你不过急砸了